我叫王小明 我在公司做电脑方面的工作 我去年大学毕业 因为年轻人找工作很难 所以我一直担心找不到工作 当我找到工作的时候 我很高兴 但是说实话 我不太喜欢这个工作 因为他太累了 我每天都很忙 我早上需要早起 因为公司离我家很远 我大概六点四十 到公交站等车 公交车上人很多 很拥挤 到公司大概需要 一个小时 堵车的话就不好说了 我们八点开始上班 我每天要对着电脑工作 中午可以休息一个小时 吃完午饭之后 我一般会睡几分钟 因为没有床 所以我只能坐着睡 我们本来应该五点下班 但是经常加班 一般我们加班的时间 不是很长 但是有时候 要加班到很晚 比如十点 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 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 老板对我的要求很严格 除了工作 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压力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而我妈妈希望我尽快结婚 她经常要给我介绍 女朋友 女朋友 但是我很不喜欢她这么做 我们经常因为这件事 最大的愿望 最大的愿望 是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比如旅行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现在我们听一遍正常语速 我叫王小明 我在公司做电脑方面的工作 我去年大学毕业 因为年轻人找工作很难 所以我一直担心找不到工作 当我找到工作的时候 我很高兴 但是说实话 我不太喜欢这个工作 因为她太累了 我每天都很忙 早上需要早起 因为公司离我家很远 我大概六点四时到公交站等车 公交车上人很多 很拥挤 到公司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堵车的话就不好说了 我们八点开始上班 我每天都要对着电脑工作 中午可以休息一个小时 吃完午饭之后 我一般会睡几分钟 因为没有床 所以我只能坐着睡 我们本来应该五点下班 但是经常加班 一般我们加班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有时候要加班到很晚 比如十点 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 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 老板对我的要求很严格 除了工作 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压力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而我妈妈希望我尽快结婚 她经常要给我介绍女朋友 但是我很不喜欢她这么做 我们经常因为这件事吵架 我现在的工资还算可以 虽然工作很累 但是我觉得这样还可以接受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做一些我想做的事 比如旅行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好了 这就是王小明的生活 下次我们还可以听一听 其他人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